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2 关于iPhone SE2代的消息一直都在传 但一直貌似也没什么进展 现在爆料大神又放出了一组该机的最新渲染图 而且据说是根据3D CAD软件制作 从图中来看新机整体回归了当年iPhone4的经典三明治造型 正反面玻璃机身 中间硬朗的金属中光整体看起来非常经典 而在机身正面新机配备了一块与iPhoneX类似的刘海瓶 但这个刘海以及四周的边框看上去都要更窄一些 屏占比非常高 讲证单从外观来说 我觉得这颜值秒杀iPhoneX那是分分钟的事 你觉得呢 关于小米7新机的配置 目前已经逐渐明朗 搭载高通旗舰级别的骁龙845是肯定的了 而对于新机的外观 虽然网上曝光过各种各样的渲染图和叠照 但目前貌似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从此前网上曝光的真机局部叠照来看 新机正面配备了一块带有小刘海的全面屏 整体较为方正 现在网上又流传出了一张巨城式小米7的真机渲染图 图中我们看到新机正面与此前爆料的相同 配备的是一块刘海屏 刘海比较宽 是因为加入了3D结构光人脸识别功能 下巴很窄 整体的屏占比看上去非常的高 屏保上的指纹图案暗示新机将支持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与此同时我们在机身上确实也没有发现指纹识别模特的存在 那如果小米7就长这样了 各位米粉还满意吗 距离360手机的新米发布会还有5天的时间 现在360官方在京东上架了新机N7的预约见面 我们看到新机并没有像昨天曝光的那样采用后置三摄的设计 而是在左上角配备了一组传统的横向双摄 整机机身采用全金属一体成型指纹识别后置 正面配备一块5.99英寸的全面屏 整体的设计与荣耀V9比较相似 而在配置方面结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将会打载联发科黑柳P60处理器 6GB的运存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按照周红一的说法 这款手机吃机会很爽 不知道这次的预约见面会不会只是360放出来的烟雾弹 我们还是坐等发布会吧 关于MOTO的Z3 Play 此前已经曝光过该机的渲染图了 现在有网友再次放出了一张该机的工程机 真机谍照 图中我们看到新机的型号为XT1929 正面配备的是一块采用圆角切割的全面屏 不过边框看起来略微是有点宽的 而在背部的设计上 新机还是延续了MOTO标志性的模块化设计 下方留有较大面积的金属触点 用以扩展功能模块 指纹识别则被放在了机身侧面 在配置方面据了解 新机将会搭载骁龙636处理器 4GB或6GB的运存 32或64GB的存储空间 内置3000mhz的电池 同时运行Android 8.1操作系统 新机预计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 感应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魅族在不久前刚刚发布了15系列新机 现在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魅族一款型号为M810L的新机 已经入网FCC了 该机或以魅蓝A6的身份正式上市 从爆料的信息来看 新机将采用单摄设计 处理器则会搭载来自联发科的芯片 整体定为入门智能机 国航版将搭载Flyme操作系统 国际版则会搭载Android Go系统 此前我们曾提到 魅族已经与谷歌达身合作 很快将会推出搭载Android Go系统的手机 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这款机机了 该机上市定位千元以内是肯定的 不过具体何时发布目前还不得而知 昨晚LG在美国纽约正式发布了 自家的年度旗舰手机 LG G7 ThinQ和G7 Plus ThinQ 在外观上 两款新机均采用了双面玻璃机身设计 拥有灰 黑 蓝 红 四种配色 正面均配备6.1英寸LCD流海频 而在配置方面 二者均搭载了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最大的不同就是G7 ThinQ采用的是 4加64GB的存储 而G7 Plus ThinQ则配备了16加128GB的存储 二者内部均配备了一枚3000毫安设电池 支持QC3.0的快充和无线充电 前置800万后置双1600万像素双摄 支持NFC IP68GB的防水防尘 同时还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LG G7还加入了谷歌助理的专属物理按键 在昨晚的发布会上 LG并没有公布该机的具体售价 而且LG的手机业务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 貌似跟大家也没多大关系 公开版基本是无望了 如果喜欢的话 只能选择海淘或者代购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赞把关注微解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